2020PAPER ONE的第三條 今次這一條是一條比較新的題目 他今次問究竟在這個accounting上面 究竟debit和credit是哪一個是correct 我想我們debit和credit都聽得很多 經常都說debit是哪一個account 究竟在這個account的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要講debit和credit 其實根本上它就是我們只要用一個T form的account 其實就已經可以... 我們用一個俗稱這個T form的Taccount Taccount來說 我們說其實左手邊就是debit side 左手邊 而右手邊呢 就是這個credit side 所以其實在accounting來說 我們說debit和credit 其實只不過是入數上面的時候 究竟我們入在左手邊 還是入在右手邊 即是是左手邊還是右手邊 所以其實根據這個模式的話 2基本上就... 你已經知道2應該是正確的 它就說了 debit side refer to left-hand side and credit side refer to right-hand side 所以2這個其實是正確的 但是看一看1和3 我們都說 1就說 debit是增加 而credit是減少 雖然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當A就... 不知道怎樣怎樣 有credit 其實是否呢 OK 如果根據這個... 我們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說到 就是... A... D...E... 就等於C... A加D加E等於C加L加L 我們說呢 其實呢 左手邊的asset drawing和expense 當它增加的時候 我們會寫在debit side 而它增加的時候 我們會寫在credit side 即是在帳戶上 但是相反地 如果你是... capital,revenue和liability 它增加就會寫在credit 下降就會寫在debit 所以在這個理論之下 是不是debit一定是增加 而credit一定是減少呢 那你會見到 這一點就不對了 OK 而去到第三 debit balance is positive credit balance is negative 那這個其實都是不對的 我們說 其實是depends on 究竟你是哪一類型的帳戶 那... 我們說如果你是... 我們說debit balance的話呢 其實... 基本上呢 是... 我們說asset的那些類型呢 那它是... debit balance的 就是positive 而... credit balance有沒有是... positive的例子 有的 如果是... credit balance 如果是...positive的例子呢 基本上舉個例子 其實就是capital account 那capital account 我們說是normal balance 其實是credit balance 但是呢 其實它是正數來的 應該都是 那...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它呢 對於這個... 那個... 題目來說呢 其實它都是... 不對的 所以只有2是對的 OK 那... 所以呢... 記得啦 最終這裏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們說經常說debit和credit 其實debit 在T account來說是... 代表左邊 而credit 就是代表右邊 就是這麼簡單啦 對...